Coco 早餐 Today's Special 阮实力MIT 阮实力MIT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古典音乐的节目的制作人 同时也是东吴大学音乐系的专任教授彭广林先生 来跟我们介绍成品讲堂第52期的课程当中 这个非常精彩的周一音乐厅 我们请教授来帮我们来谈一下 到底怎么样让大家深入的浅出 来理解古典音乐 寡林早 早上早 非常谢谢 不好意思 大清早 把你挖起来 早上要听什么古典音乐 早上要听 其实听一些比较简单的 然后轻松的 比如说可以听一些莫扎特的一些小品 还是莫扎特的东西 比较像小鸟叫对不对 其实也可以听一些 像那个中世纪的一些圣歌 听起来也不错 好吧 你的声音真好听 我也是你的听众 谢谢 这个彭广林教授 他制作的古典音乐节目 历史悠久 而且拥有非常多的忠实的这个听众迷 非常谢谢你 这么百忙当中 还在这个成品的讲堂的 这个他们的课程当中 又要展开一个音乐的课程 要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人生的食堂音乐课的 这是第三度这个参与演讲了吗 实际上这个成品讲堂 这个音乐的这个部分 大概是已经是讲了 这是第五年了 从2010年开始 你好热心哦 把古典音乐介绍给普罗大众 没有啦 这是社会服务 已经五年了 好那这一次是 其实从昨天开始已经第一堂课展开了 是是是 这些课程里面 主要是因为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们台湾社会呢 其实有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 这种所谓的精致的文化 但是因为在学校里面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种所谓属于美誉的课程 往往都会挪去 去给别的课要加强啊 什么的 所以大家 大家其实在 在从小到学生时代 其实比较没有机会 可以好好的去 接触这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我是觉得 对对于音乐的一生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所以 那这个所谓的 食堂音乐课的概念呢 是建立在这个所谓 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 一些古典的音曲上面 而且往往都是一些 就曲子不是很长 比如说我们介绍一段小品 或者说 一首江湾曲里面的一个乐章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 甚至于课本上都有提到的 对就是常常听到 我们还不知道 这是谁的作品的 这些古典音乐吗 其实它跟我们的 现实生活 这个在结合在一起 已经非常紧密 那么这个广林 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 其实昨天第一堂课 这个当中 这个蛮必要的 你们的第一堂课 就是振奋人心的 这个乐声 你怎么那么知道 我们现在就会在 黑心油里面的 黑咚咚的 对对对 我也不想 你太厉害了 所以昨天 实安国安会议 之后马英九总统 或是同时 他应该放你 所提供的 这个振奋人心的乐曲 对不对 振奋人心的乐曲 为什么就是 我们大家都会知道 是快乐送 这个弥赛亚 大家都很熟 但是垂帘曲 昨天你已经讲课 讲完了吗 但是因为昨天已经结束 下个礼拜开始 大家可以到礼拜一 到成品信义的这个店 来听这个 成品敦南店 对不起 成品敦南店 来听这个彭广林教授 所安排的这个人声的 这个食堂音乐课 这个 这新一个52期的安排了 那这三种乐曲 而且你说振奋人心 是合唱曲 比较有意义吗 他其实因为我在介绍这些曲子的时候 我会从很多个不同的面向去介绍他 第一个是先从一个比较大的历史的角度 也就是说这些西欧的古典音乐 它是怎么开始形成的 然后它的背景因素是什么 然后会慢慢的谈到它的社会 社会从中国世纪 比如说它那个时候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制度 然后它的文化的属性 然后它的起因 然后再更进一步的谈到说 它的音乐 它的内在的 它形成的一些结构的语言 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跟它的宗教的 跟它宗教的精神上面的意义有什么关系 然后再进一步谈到 就是说他们 我们讲到说什么是好听的声音 那这好听的这个定义是如何来界定 它都有一些非常严谨的一些 比较建立在这种树里概念上面 一些的科学的精神 有它的音乐的理论 也有这个历史的这种检验 对对对 那大家 这个太好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快乐颂 我看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哼吧 从小到大 对对对 但是很难去理解说 为什么它可以振奋人心 为什么快乐颂可以振奋人心呢 好 基本上来讲就是 古典音乐里面呢 它非常强调一个所谓音乐的这个 每一个它的所谓的character 也就是说音乐上面的一个特质的一种描写 那这个东西 这一件事情呢 贝多芬它是其中的歌中的高手 也就是说 它一段音乐里面呢 它能够很清楚的描绘出 比如说这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感觉 或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感觉 或是一个比较严肃的感觉 或是一个比较庄严的感觉 它每一段音乐都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在这个地方 是 那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建立着它们西方古典音乐的 这几百年来 它们慢慢慢慢建立起来的一种 所谓的声音的语惠 那比如说快乐中呢 它一定是什么 是大调 我们讲的大调 而不是小调 小调听起来就会比较感情 甚至于悲伤 所以它一定是大调 再来就是它使用的这段旋律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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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如简出 马上告诉大家 来 这个首曲子送给马总统 这个快乐送一下 不过可能还会被骂的揍头 不过不管怎样 所以广邻你安排的这些课程 以后都是礼拜一 仍然是在成品的对函店 礼拜一晚上 人生的食堂音乐课 备受喜爱的古典浪漫 这些古典浪漫 很多的音乐家的名字 我们都很熟悉 可是我们可能也很难 有的时候很难马上去分辨出 到底他的乐曲 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刚才广邻很快的告诉大家 以大家熟悉的快乐送 告诉各位 什么叫做振奋人心的乐曲 也就是大调 而且他还有进行曲 这样的一个节奏 使得你很快的心灵就开始滚动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广邻 你安排的这些课程当中 还有哪些特色 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特别选这些 其实也都是朗朗上口的音乐家 当然这些古典音乐家 就是这些 我这样问的也很笨 你的安排 其实我在设计这些课程的时候 我背后有一个 有一个类似一个逻辑性的一种方式的安排 因为其实西欧古典音乐 它之所以会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面貌 跟他的整个的西欧的文明 现代化有关系 也就是说 其实他们今天会存 他们的整个文明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它的真正的开始的起点 实际上是在 就是我们讲的文艺复兴时期 这是一个真正的起点 但是真正让它成型到今天这么一个扎实的一个文化性的一个结构 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时 这个是关键 所以科学革命的时候 它实际上它是建立在两个主要的逻辑思维上面 一个就是所谓的分类归纳法 这个就是17世纪前半年英国的 他算是一个哲学家 就是培根 虽然是早餐的培根 他提出了这个induction的思维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从古希大时代开始 另外一个逻辑就是所谓的线性推远 就是deduction 这个概念 这两个思维它一整合起来以后 就形成了整个欧洲文明 它的一个非常非常扎实的一个结构性 一个我们称为平台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网络的数位化的思维 实际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形成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理论基础很雄厚 实际上就是先分类 它有各种类 比如说属于交响乐的 比如说属于室内乐的 然后还有所谓的更简单精简 但是大家都熟悉的所谓的小品 那在这大类里面 有一些呢 比如说室内乐它又分成有所谓的 写给钢琴的跟弦乐器组合的 或是钢琴跟管乐器组合的 室内乐有各式各样组合 或是纯粹弦乐四重奏的室内乐 或者说钢琴跟弦乐四重奏的 钢琴五重奏的组合 那交响乐的话 实际上它包括有交响曲 有携奏曲 还有管权乐的组曲 这些分类的概念 其实都是因为 17世纪科学革命 Bacon提出了革命性的那种的思维之后 影响到后来整个 每一个领域的发展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因为这个 或者用这样概念来分的 因为这个世界它有一个 作曲的一个科学的基础在 所以它在聆听的世界里面 才会远远流长 经得起世代交替 没错 非常谢谢管理 不好意思 我们这段广告麻烦您 等一会我们再来请教 接下来一直到12月15号 每个礼拜一 彭管理老师为大家所安排的人生的 食堂音乐课成品讲堂 刚才特别提到 他是在成品敦南店 您可以上网去买套票 每个礼拜一的这个单元里面 可以当面看到彭管理教授 他是动物大学的音乐系的主任 同时也是专任教授 同时也是非常知名的 台北的古典乐的 专业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有非常长久的时间 7点45分了 立刻回来 我们再请教彭管理老师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 刚才彭管理老师 他是动物大学音乐系的 专任教授 同时也是非常知名的 古典音乐的专业电台 爱乐电台的 长期的历史悠久的 节目主持人 又有非常多的粉丝 彭管理老师所安排的 成品敦南的成品讲堂 已经开始了 昨天给大家所介绍的 礼拜一的第一堂音乐课 谈的是怎么样振奋人心 刚才提到了 贝多芬的快乐颂 如果你现在心情好一点 就可以等一下唱快乐颂了 老师说早上还是听听 莫扎特好了 因为莫扎特轻盈的乐曲 有小鸟的唤醒你的能力 好 接下来请教广林老师 您说安排用分类归纳的方式 特别要不要再不好意思 才有七分钟的时间 您把未来的 一直到12月15号的课程里面 几个亮点来提供给我们大家 我们的听众朋友 到时候再到现场去聆听 好吗 好 其实接下来几堂课 像下个礼拜就是介绍 所谓的大哈小提琴音乐里面 被称为圣经的 这些小提琴舞伴奏 那我也会现场 实际拉给大家听 是哦 对对对 太好了 那大家不是赚到了吗 然后再下一个礼拜 就是介绍肖宝们钢琴的小品 大家都会非常喜欢 有钢琴家在现场吗 然后再来就是介绍一些 经典的室内乐的 这个弦式重奏 因为我本人也有一个 弦式重奏 所以对我来讲 都非常非常熟悉 好 再接下来就会介绍一些 管弦乐的舞曲 像有一个很有名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就是拉威尔的玻璃卤舞曲 就一直转一直转 对对对对 然后在接下来几个礼拜 比如说 可能有介绍一些管乐的协奏曲 那比如说大家常听到 莫达特的那个树敌协奏曲 还有海顿的小号协奏曲 大家一听到那个旋律 就会知道 哦 原来这是海顿写的 因为这个海顿小号协奏曲 我知道在有一些广播电台 它的jingle就是采用这个演乐 然后再就介绍一些钢琴写奏曲 比如说肖邦的 或是贝多芬的 这些大家都会非常熟悉 接下来会介绍一些 弦乐团的一些曲子 有一次可能大家一定听过 就是台客福斯基 比较被称为儒歌的琴满 它是有一些典故的 非常好听的 所以每一个音乐背后的故事 它创作的这个过程 跟这个作曲者表达的诉求 和整个的发展 你都会把这些生动的故事 在现场告诉大家 是 没错 听众朋友故意 最后话就是介绍 贝多芬之后的交上曲 最后一场课 这些交上曲 我相信很多人听过 比如说 罗伯达克第九号交上曲 新世界 它的第二乐章就是念故乡 我们音乐课本这样说 实际上这首曲子 它背后有很多的一些因素 它其实有点在呼应 我们现在当今 台湾的一个面临文化 面临一个文化 在创新或是转型上面的一个 类似的一个情境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在19世纪末的时候 没磨 然后最后德博达克 是身锋起始 然后他也给当时的美国人 他接受访问 也是接受访问 然后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提出的那个观点 对于今天的台湾的 整个文化的发展 其实有很好的借金 他提到了 类似我们今天讲的 所谓吸血重用的问题 对美国人来讲 就是欧洲传统的古典音乐 到了美国 那美国应该到底如何去 面对这件事 继续 欧洲的传统音乐的文化 还是要开始发展 融合属于美国 他们在地的这些 各个不同种类文化 形成他们自己所谓的 American Music 他有提到他的观点 然后以欧洲大陆的曾经发展的事情 作为借金 这都非常非常有趣 他写的新世界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利益 这个彭华林教授非常有心 因为你第一堂课 就是要振奋人心 对不对 到最后一堂课的 最后一头取之介绍 是德夫萨克的New World 这个其实是很清楚的展现 人怎么样从个人的心灵 的这个广大自己的高度 跟平台 然后还荣纳一个新的世界 的这个怀抱 应该是如此 老师 其实很多古典音乐 很多人 我们几乎朗朗上口的唱的 或者是我们在听到的也有 但是很多人听到古典音乐 就会很害怕 尤其看到你们这些古典音乐的 老师更害怕 最后两分钟 像我你们的节目里面 有那种猜谜有没有 这个 靠运雷台 对 那真的是好精彩 但是我每次都觉得 哇台湾的天才 怎么都在收音机旁边呢 那那那那种 我都猜不出来 对啊 是不是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 各位你说猜这个 刚才我们放的 那个歌是谁的 梁文英 可怕很多人马上就猜到啊 可是你要猜古典音乐 那可能很困难 可是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你怎么样透过这些演讲 让对古典音乐 其实有点害怕的人 怎么样走入古典音乐的世界 我只不想这个问题 大概你被问了几百次了 哦 其实我 我其实通常 我不会直接去 弹音乐本身的 我实际上会先跟大家做一个 所谓的 心理上面的一个建设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 欣赏古典音乐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 是可以先从 所谓理性的这种思考的角度去理解它 因为 因为我们 我是觉得我在我们台湾的社会里面 对于像这种古典音乐 这种类型的这种文化 它有点被刻板印象化了 对 好可惜 它好像是属于 就是在欧洲以前是属于贵族的文化嘛 所以大家就已经开始给它切标签了 其实 这个观念可能先要把它改变了以后呢 然后呢 真的是去思考它 为什么这个音乐它背后 它可以持续被演奏两三百年呢 嗯 对 我们刚刚从Marketing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这个CP值那个超高的 嗯 背后 背后一定有它的因素 嗯 当然如果 站在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 你再进一步过去 当然它需要一些基本的一些的条件 嗯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 呃 现在 比如说大事业有成 小孩都长大 哎 他反而会回过去去学一样乐器 然后学一个章节 然后他就开始理解了 对 好那就透过彭老师的成品讲堂 跟他的节目 不好意思时间的关系 非常谢谢 谢谢彭管林教授 我们也期待您的礼拜一的音乐讲堂 谢谢